来云南 找到属于你的永恒 清晨 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 一路向西奔跑 东京一百度 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 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 就会发现 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折群 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上运动 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 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 来到云南 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 敲开浮现湖边的石头 你能来到寒武纪 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 揭开大地 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寄风覆盖褶州的高原 会带来丰沛的降雨 滋阳枯树繁花 万千生灵 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 近百分之七十的珍惜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 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 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由十六头野巷做成的巷群离开西双版纳 居家出友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 这趟旅行历时十七个月 形成一千三百公里 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 蒙翻了全世界 大象的奇幻之旅 引发的是全球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热议 与思考 绿美云南 青山多角 世界花园 美不胜收 开放包容 生机勃勃 承载着新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云南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致力创建人文底蕴深厚的世界级旅游圣地 在这里 以智慧创新 共起未来 服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22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拉开大墓 共赴春城之约 相会彩云之南 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 有一种生活 叫做云南 来云南 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 岩壁上最早的艺术 照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 兴火相传 欢乐民族 美美与共 多彩文化 颜沟大 垂探勃河目 四千三百级台阶 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 汇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 千年梯田向世界 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 从茶马古道到终老铁路 山间灵响朝发夕智 时光约过了一百年 到了这儿 慢生活还是快节奏 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一百年前 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 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 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 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 跨越七个气候带 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 到了云南 你能一天穿越四季 找到心中的日月 来到云南 来到云南 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 来好好做个梦 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 来定格一秒钟 在云南 你可以在这一秒 找到永恒 找到永恒 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 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对面地收入 海绽地拥有钱 海绽地拥有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